植物类饮食习惯近几年来 在环保和养生因素的推动下是备受追捧 根据谷歌的数据 全球不同地区的用户 对植物类饮食信息的搜索关注度 还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新西兰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在众多的植物奶当中 燕麦奶是最受欢迎的牛奶替代品之一 本地的不少咖啡馆和餐馆 都是选择提供这个选项 这也是间接催生了本地第一个燕麦奶品牌 今天的潮流解码 带您去了解这股潮流 纯素食主义饮食文化席卷全球 本地消费者不难发现 提供植物奶代替牛奶选项的咖啡馆 也越来越多 根据谷歌数据 人们对燕麦奶的搜寻关注 在2020年初 冠冰疫情爆发后不久开始激增 本地企业家林维翰 就在今年2月 推出了新加坡第一个燕麦奶品牌 在2020年病毒阻断措施期间 家里开始研究燕麦奶的制作过程 并尝试了近50个燕麦奶配方 因而萌生创立燕麦奶品牌的念头 曾经在跨国食品制造集团 担任财务总监的维翰 看准商机 在印尼万龙设立工厂 制作自创品牌的燕麦奶 尽管市场上已经有许多燕麦奶品牌 但公司对市场前景还是非常乐观 世上的燕麦奶 没有一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是燕麦奶当中 就是很妙的地方 疫情促进了人们 对于健康跟环保意识 所以它可以伸展的空间 非常非常大 根据促进绿色生活平台 A billion的调查 在2020年 新加坡消费者 对可持续性产品的评论 增加了超过一倍 一般上燕麦奶是用来搭配饮料的 所以公司的主要顾客群是咖啡馆 除了供应燕麦奶 公司也跟餐饮业者合作 研发新产品 跟咖啡店 我们主要有在跟他们一起研发 不同的咖啡饮品 每一种不同的咖啡 点是它是怎么样的深度和烘焙 配上燕麦奶 其实带出的那些风味非常不一样 燕麦奶还没正式进入我们市场的时候 大多数顾客就是要求大豆还是杏仁奶 问题是大豆它的口感比较重 那我们泡奶的时候不能泡太热 因为看在咖啡的时候 看起来就是不是很好看 那杏仁奶也是一方面 就是它会压倒咖啡的味道 那我们觉得这个奥仔的品牌 对我们的咖啡产生的比较好的一个体验 我们就是拉花的时候觉得它可以配合上 我们的咖啡的就是这个辣铁 除了咖啡馆 公司也跟其他餐厅研发食品类产品 以这家主打烘焙产品的餐厅为例 厨师在使用燕麦奶取代牛奶之前 需要了解各种植物奶的口感和味道 以找到最适合的制作方式 根据促进绿色生活平台的推测 新加坡最受歡迎的植物類食品 包括純素薯片 植物奶製品和純素餅乾 平台也看好植物類食品 未來的市場前景 味道是一個階段 但你會看到更多的品牌 都能達到味道和質素 非常接受 我們想要更加健康的奶油 我認為我們繼續增加 品牌繼續增加 我們會看到更加健康的奶油 其實燕麥奶除了配咖啡 也可以取代牛奶用來烘焙糕點 然而由於質地和口感不同 製作方式和用量都需要稍微的調整 接下來我們就跟著專業的糕點師傅 來學做燕麥奶素食甜點圈 今天我會教你做一些 醬汁糕蛋糕 用辣椒的方式 他們是種植物 我們會使用牛奶奶 我們會使用茄子 蛋糕 我們會使用植物油 作用辣植物 所謂的奇亞籽替代蛋 是泡了水的奇亞籽 濃稠感和雞蛋液相似 麵團的主要食材是 500克麵粉 10克鹽 60克白糖 10克酵母 兩湯匙泡了水的奇亞籽 一茶匙香草精 75克椰油 和220毫升燕麥奶 首先把所有乾食材 倒入椰油裡攪拌均勻 然後加入燕麥奶 用手搓揉 直到麵團沒有粉粒 我們把麵團到這個固定 我們把麵團放在桌上 接著在桌子上搓揉兩分鐘 麵團成形後 就可用摺疊法揉捏兩分鐘 然後讓麵團休息兩分鐘 在接下來的25分鐘裡 重複這兩個步驟 直到麵團表面柔滑 再把麵團蓋著發酵半小時 然後輕輕捏揉麵團 再蓋上半小時醒麵 醒麵後的麵團彈性更好 這時把麵團分成50克的小糰子 再蓋上靜置45分鐘 第二個部分是甜甜圈的餡料 最好提早一天製作 把50克玉米粉 100克白糖和160克花生醬 攪拌均勻 另外把500毫升的燕麥奶 和一茶匙香草精燙熱 接著把少許熱奶 慢慢加入花生醬粉裡攪拌 然後再倒入 裝有熱奶的鍋子裡 一起攪拌 直到質感變得滑順 最後把降溫的醬料 放入冰箱冷卻一個晚上 接著要做糖衣 材料有35毫升燕麥奶 兩毫升椰子油 一茶匙香草和120克糖粉 用小火隔水燉熱 攪拌均勻 然後把已發酵45分鐘的小麵團 放入攝氏180度的熱油裡炸3分鐘 然後翻一翻再炸3分鐘 最後把花生醬料 用擠花袋塞入炸好的甜甜圈 再加上一層糖衣和花生碎點綴 素食香脈甜甜圈就完成了 準備好了 3分鐘 2分鐘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